其实我都不觉得我是在当官 到现在为止我都觉得我只不过是一个公务员 而且我一来就跟我的同事说 我来这里不是当你们的主管 我到这里来 只是希望能够成为你们的一股帮助你们的力量 让你们原本就已经在做 而且做得很好的事情 可以因为我的加入变得更顺利 可以有更多的创意或是点子 我是来解决问题的 不是来给你们制造问题的 这是我来的时候就跟他们说 直到现在今天我仍然觉得 我应该扮演的是这样的角色 所以我没有看到 我可以从这个位置里面得到什么好处 或是名声或是什么 我觉得如果我是有一点名声 我只是把我过去的名声 拿来放在这件工作上面 成为这个工作的一个资本而已 那你一旦要来做这种公部门的工作的时候 当你很清楚知道你是扮演这个角色 你就无法再去想说 我个人的名声怎么样 我个人未来的出路怎么样 我个人的什么什么怎么样 因为我觉得个人在这个事情里面 其实不存在 那从我很冲动的答应要做这个工作之后 我就开始 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 我在这个工作里面 我可以做什么 而不是想说 我在这个工作里面 可以得到什么 所以个人放得很小 你就会觉得比较无所谓 而且我比龙一台幸运一点 因为我不需要接受民意代表的质询 我想如果有这个部分 我是一定不会做的 因为我在他身上看到斑斑血泪 其实香港是有文化的 香港怎么没有文化 香港很有文化 香港有很多作家曾经在这边 留下了他们重要的印记 像张爱玲 还有一位我这些年来很关心的 一位女作家叫做萧红 萧红是死在香港的 对 她是死在香港 但是有多少香港人知道她 我觉得像这部分 也许也许以前香港人没有注意到 那假设我是一个台湾人 我发现这个事情 我开始去做这个东西 就是做华文作家在香港留下的痕迹 他们的生命与香港的交流等等之类 那会不会因此香港人就 发现到原来我们其实有这样子的 一个特殊的文化地位 那会不会因为有这样子的发现 有一种很proud of的感觉 就是说 其实我们香港是一个很有文化的地方 有没有可能因为这个原因 而让香港人就有一些改变呢 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很可以去做 写作者其实是很复杂的 并不像一般人所看到的 就只有忙碌跟写作这两个事情 其实创作者的复杂性在于 你有时候看到他好像只是在吃喝玩乐 可是你不明白 其实他正在酝酿他的题材 有些人看起来可能很悲伤 你就觉得他最近可能过得很不好 可是你不明白 那也正是一个创作生命的一个行程 有时候你看到他在写作 好像一直很努力在写 可是也许你不知道 他只是空洞的在那边一直努力 但他其实并没有真正的东西出来 所以我想创作者其实是很复杂的 它并不是只有写和不写 这两个区别而已 其实创作本身是一件非常优微 而且很难去区分开来说 从现在几分几秒到几分几秒我在创作 其他时间我没有创作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待创作 但对我来讲 其实每一天都在创作 只要我的脑袋还管用 不一定要我写下来才叫做创作 对 其实只要还能思考 还能感觉 它就是创作的一部分 我没有想过要放弃 我也没有想过一定要出多少书 我觉得在写作这件事情上面 我一直很自由的原因就是 因为我并不倚靠板税过活 我从来都不是一个 倚靠板税过活的作家 我在台湾在大学里教书 那所以其实我并不需要 我没有这样的焦虑 就是说我一定要出多少书 或者我一定要写多少字 我才能维持我的生活 所以写作对我来讲 你刚刚讲说写作很快乐 写作对我来讲最大的快乐 是来自于自由 我可以写我可以不写 我可以这样写我可以那样写 那只要不违背我自己 都是快乐的事情